这一节讲一下单立模式 单立模式也是在前端 包括后端都是很常用的一种设计模式 套路也是一样的 氛围介绍 演示 场景 还有这个总结 好我们就开始 单立模式呢 它是系统中被唯一使用的 这么一种场景的模式 技术上的实现呢 是一个类只能处理化一个实例 这个系统中微微使用 这个大家应该 如果有项目经验的话 应该不难理解啊 一个类只有一个实例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因为那个GS的语法的关系 它没有Java Private那种封装的那种语法 所以说实现起来不是很简单 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说 然后实例 咱们看一下 登陆框购物车 比如说一个系统中 它有好多个页面 很复杂 但是它再复杂 登陆框也只能有一个 对吧 不管是这个系统 包含多少个子模块 它登陆框都是有一个的 购物车也是有一个 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商城里面 我们添加购物 购物车也是有一个 如果是说你不用单力模式 结果导致这个系统中的登陆框 购物车 出时花多个实例 这样的话就会中间bug了 这就不仅仅是什么 性能问题 应用性问题 这就是明摆的bug 做完介绍之后呢 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 我们先看一下URML类图 这个呢 是传统的类图 这是一个demo的一个class 然后 它引用了一个singleobjects singleobjects呢 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简号 简号的属性 简号就是说它是private 它就是说 它是不可访问的 这个类图是一个传统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 按照Java来学的话 它是这样的一个类图 就这个instance 这个属性 它是不可被外面访问的 只能被自己访问的 它的类型是singleobjects 就是说这个instance 它其实还是初始化了 这个singleobjects 这么一个类的一个实例 对吧 然后下面呢 大家注意看这一点 就是简号singleobjects 简号singleobjects 就是说 这个singleobjects 和这个类的名字 是一样的 对吧 它就是一个过到函数 它是跟我们的 那个GS中的 那个constructor 那个函数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简号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到函数 如果不能被Weber访问的话 它就没法被Weber去 初始化一个实例 这个我们等会代码中会看 就是说 满足了我们上面说的那一点 一个类只能有一个实例 因为它可以在内部 控制它的实例 它不能在外边 去追随化它的实例 然后下面是两个加号的 两个加号就是两个publics 就是两个开放性的 get the instance get the instance呢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instance 给它返回回来了 showmessage这个地方 它就随便打印了一个消息 来做一个一样例的印证 好 这一点呢 我们进个代码看一下 但是我们开代码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说明 就单理模式啊 它需要用到java的一个特性 就是这个publics的这个特性 这个之前我们在讲 封装的时候讲过 但是ES6呢 它是没有的 当然TS有 我们这一节就暂时忽略 TS应用场景不是特别多 ES6没有啊 没有 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刚才看那个UML内图 它应该是强依赖于 这个publics的这个特性 但ES6没有 所以说我们只能用Java代码来演示这个UML图的内容 但大家这个地方不要担心啊 不要担心说我讲完Java代码之后就完事了 不会的 我们最后还是会讲一下 GS代码中怎么变现的去使用单理模式 OK 咱们看一下 这个代码是个Java的代码 但是大家就是不要拒绝 也不要去担心 因为虽然说我们作为前动过程师 但是我们是没有理由说我们不会Java代码的 然后呢 也不要担心这个Java代码应该是 现在编程语言中最好看 最好理解的代码之一 你可能是JS也比较好理解 但Java代码也很好理解 咱们看一下 public class 这个public可以忽略啊 就是class single objects 就是一个类对吧 然后下面是属性的方法 大家看private single objects 就是说 我这加拿出示 私有化过程函数 外面不能new 只能内部new 什么叫外面不能new呢 就是外面如果是new single objects 那是不会报错的 因为它这个过程函数已经private 已经私有化了 但是内部是可以的 因为private是可以供内部来访问的 大家看一下这一行 我数表这一行 内部就可以new single objects 好 我们接下来赶上看 然后呢定义了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一开始被复制圣诞 这个属性的类型呢 就是这个single objects 因为java是强类型的语言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lite 用vare来定义 我们只能是用强类型来定义 它的类型就是single objects 对吧 比如说唯一被new出来的对象 然后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public的一个方法 叫get instance 如果说这个instance 如果说instance就这个地方 等于nine的话 我们就只new一次 就是instance 分成news 就是出化一个实例的 如果它不等于nine呢 我们就返回一个instance 这样的话它就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只用一次 是吧 然后下面呢 我们随便加一个方法 当然我这改成login了 它那个图中是show message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方法只是测试用的 所以说关键点在这儿 就是它只能是内部来new这个实例 也只能是new一次 这关键点在这儿 它实际的方法呢 就是将这个 构造函数进行private化了 就是进行私有化了 好 测试代码 测试代码咱们简单看一下 这个命函数就是这个代码的一个开始 大家看一下 从输出的地方开始看 不合法的构造函数 编译时报错 构造函数 single objects是不可见的 就是说 我之前尝试在这一行 你看 single objects objects 复制成new single objects 这样的话它会报错 我这边也写了 会报错 为什么会报错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构造函数已经私有化了 它外面是不能访问的 所以它会报错 这样的话就是保证了 外面 你没法 初始化很多的实例 只能是初始化 唯一的实例 这个初始化的过程呢 就在这个 class的内部 好 然后呢 下面是正确的用法 就是获取唯一可用的对象 single objects objects 复制成 single objects get the intense 通过这个方法来获取 然后呢 就可以使用它的一些 内部的方法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GS中怎么去使用单力模式 是这样 我们先定一个class 这个跟java是一样的 然后里面呢 写一个login 就是随便写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再写一个class get the intense 就在这个class上呢 我们定一个静态的方法 然后它复制成一个 自制性函数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用币包去写一个instance 然后return的一个函数 如果instance没有的话 就出的话一个 如果有的话就直接返回 这样的话也能实现 就是说我们直接去访问 这个single objects 它也是一个单力 但是呢 我们不能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能做的是 我们这儿只能去 靠文档去约束 不能去new single objects 就是我们这儿如果是 不说大家不知道的话 直接去new single objects 它也不会报错 但是它使用上就有错误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没有java那个限制 好 我们就代表演示一下 一边演示一边说 好